大家好 歡迎收看1月24日星期五的修士改回 再來我陳議題 和大家總結港股開放 專研的最後半個假日港股存定 恒指高開26點後走勢繁複 最多度跌134點 下行到250天線附近重獲支持 但回升動力不足以修復28大關 修復27949點 升到40點 升幅0.2% 今星期受到武漢新型肺炎疫情影響大時代低迷 4.5日合共大赦1106點 急跌3.8% 早前7星期的連陽升勢也隨之告終 國指低開6點 高收23點 收背10976點 按週錯443點 跌幅3.9% 回顧週年 恒指雷跌40點 跌幅0.1% 國指則雷錯60點 跌幅0.5% 回歸今日市況 半日市共有473億元成交金額 大市存定重磅股份中 騰訊友邦港交所微幅回升 升0.1%至0.7%不等 回控就見貴一個月升低 錯0.3% 中資電訊股份表現不俗 中移動收布69.7 上揚2.5% 在籃籌股份當中佔據了榜首位置 而中聯通就上行0.9% 中電訊升0.3% 汽車股未能擺脫積弱格局 吉利爾1.2%的跌勢在籃籌中佔底 新篇股份今天逐強 見到中心國際收布16.14% 升幅4.1% 華控半導體與ASM太平洋 分別拉升1.7%及1.3% 另外部分內需股份走勢也回穩 見到康斯府獲得摩根士丹尼唱好 兼上調了目標價 今日股價上行2% 維大方面獲得大行調升目標價 股價創到19.62%的52週新高 最終收布18.9%大升7.1% 至於九毛九方面也會升3.5% 今天的收視講到這裡 在假期回來之後我們在選年再見 祝大家新年進步 身體健康 後患者 在嬌倪 居宅